欢迎收听潜能无限 潜能无限是一个为爱好潜水的你专门录制的podcast 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能让你知道更多潜水的大小事 如果你还不是潜水员 这也是一个可以让你了解潜水百态的机会 准备好了吗 节目就要开始 跟我们一起探索你的无限潜能吧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潜能无限 今天我们有一起跟七七 还有婉鱼来跟各位做题目的讨论 这一集我们会讨论的部分 会是女性潜水员最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题目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婉鱼 婉鱼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潜能无限 谢谢大家好 我是Kendis的学生 我叫婉鱼 方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目前的职业吗 我现在是一个麻醉科的专科护理师 专科护理师 那就是所谓的麻姐吗 对不对 对 俗称的麻姐 啊 OK 所以你担任这个工作多久了 到今年应该是三年多一点点 但是这个包含我在做学员的时间 大概是一年 所以也就是你才刚头 你的应该这样 按照你们的行话 应该是你的肝还蛮新鲜的 哦没有 我有在病房先工作过两年半 所以我目前偷偷的年纸 对我们转职成功 OK 那比较病房跟这个 叫什么手术室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地方的工作 是你比较喜欢的呢 我其实原本就一直都想要走麻醉科 只是因为念书那个时候 我们去查的资讯 他都会希望 你有临床经验之后再去受训 会比较容易 比较好培养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先去医院工作个几年 哦 哇 这样子算你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 非常的 这个暗表操课这样子呢 我们感谢伊隆这部剧 让我认识了麻醉科 不会吧 你是那个 你喜欢里面的黄穿是不是 我觉得他工作很帅啊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是被他数 那个1234567 觉得天啊麻醉科也太屌了吧 嗯 那七秒就可以睡着 那现在发现啊没有啦 真的没有七秒睡着 对啊 我后来我后来问了很多 我周围有在从事这个麻醉相关的人 他们都讲说那个有点好笑 就是蛮帅气的 对啊 但是我目前遇过可以数最久的 大概数到15秒 哦 所以你没有遇过那种 比方说续久的啦 或者是有在长期服用一些那种 精神科药物的那种病患就对了 也是多少会 但是比例来讲不多 嗯 而且我们科的医生都会下狠手 所以通常还是都蛮快就睡着了 为什么感觉听起来 有点像是在受医院工作的人啊 好可怕哦 我一般都照体重给药 然后这病人如果说 他酒量很好 或者是他有在吃睡眠类的药物 那我们医生可能就会 酌量先增加一点点 然后我们假设原本这个体重 打100ml的药物好了 医生可能就会先加到130 然后130之后发现 他好像没有打算要很快睡着 医生就会说好我们再加30ml 所以我们就是加速他睡着的那个速度这样子 那有遇过那种不好醒过来的吗 喝酒的就会不太好醒啊 而且醒来就是会起乳孝这样子 真的假的真的会发酒疯哦 真的会真的会 就很像就喝到帮掉那样哦 小孩也会 就是会哭闹说还想睡觉 小孩进来也会比较疯一点 就是会炸裂哭 然后他可能也想不出他哪里不舒服 所以就会很可怕 但你的小孩是多小 可以讲话可以国小的那种还是更小 有幼稚园的也有小学的 因为我们医院有小儿外科 虽然只有一个甘苦的医师 但是就是他的病人还是蛮多的 哦 所以你们基本上就是反正只要有推进手术室的 你们都会 不管是哪个科别 你们都有配合到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医院算是地区型的医院 所以我们马解不分科 我们就每种刀都要去上 那你们有遇过那种什么 什么人家讲什么666或999那种状况吗 你自己 哦 那跟我们科没有关系啦 那应该跟急诊会比较 那如果大量手术进来的话呢 不太会 因为我们医院的附近就有一家医学中心 所以会先送去那边就对了 就是我们急诊快不行的时候 就会请他们送 就是赶快再走一点点 然后把它送过去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听过在北区有个 也算是还蛮有名气的私人医院吧 他在前阵子就是 有一些大量医疗的需求的时候 他就先把他的急诊先关起来 然后送给他对面的 然后他对面就 对面的那些就整天在操干辣椒啊 那可能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RUN应该也是会被 他很好的理由就是我人手不够啊 因为我只是一个私人医院 我不是那种退辅会的医院 那就是很好的理由啊 那就是很好的理由 然后退辅会的 可能十个人送来 然后就只有两个护士在顾你 那也是蛮惨的 对啦 那那个退辅会开的医院 他们就干掉要死啊 因为到最后病人都直接排在车道上啊 真的真的会这样子 因为还好那个大量上患跟我们 可比较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有刀来我们就接 顺顺的上下班这样子 对啊比较悲惨的就是留下来加班这样子 你们留下来加班的原因是什么 嗯我们科目前手术室 我们医院啊 我们医院手术室目前大概是开11间 可以做全身麻醉的房间 然后11间我们到小夜班的时候 会尽量缩小 就是结束了 我们就把那间房间收掉 因为我们的人要下班嘛 对 我们就尽量收收收收 收到剩下大概三间 然后到晚上过了晚上八点之后 我们就会再收收收到最多剩两间 因为大夜班我们只有一个麻姐上班 哦 然后所以能收的就会收掉 但是如果真的收不掉 譬如说真的有很多的激震 肚子痛的腿断掉的什么 就会只能开房间给他 所以你们人力就变成要加 对对对就必须要留下来加班 哦 了解 所以你这工作其实 不确定因素还是存在着 就是常常加班 但是我觉得比病房好一点 是因为病房蛮责任制的 所以有时候你 譬如说 纪录没写完 或者是 有什么状况没有处理好 你就是只能任命的把它做完 你才能走 可是我们科就还不错的地方是 你只要有加班 我们的那个 会给你补回来 他就会愿意 他就愿意让你报加班 哦 就是你就算加班10分钟 他也会让你报加班 啊不错啊 不错啊 对就算不幸中的大幸 OKOK 那听起来你好像 还是蛮满意现在的工作状况 还可以啦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你刚刚贪那一口大气 我真的是 比如像我们医院 我们医院是手术室跟恢复室 都是麻醉壳在顾 所以 像我就很讨厌在恢复室工作 但是有时候就是一定会 大家就是要轮流上恢复室的班 但我今天就是在恢复室 所以今天就特别厌世这样子 为什么恢复室会比较不好顾 是遇到那些纠空吗 对你就想像你跟一群 没有睡饱 然后喝酒醉的人 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哦 那你们有麻哥吗 你们30个人里面 没有 全都是麻姐哦 都是女生对不对 只有医师有男生这样 因为我知道有些急诊的 他们会喜欢推男的护理师 去挡这些事情 你们那边如果没有的话 就比较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女儿当自强 把自己当男人用 他疯你要比他更疯 可以哦 所以接下来想问你 就是当初你是什么样的契机 去接触潜水活动 我大概在工作 普通病房工作 大概两年左右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的病人 我就遇到他之后 我就觉得他这次我人生中贵了 他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太可贵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培养 就是运动的习惯 听起来好可怕哦 他怎么了 他是一个蛮年轻的女生 大概40几岁而已 然后他有两个小孩 一男一女 然后他们都蛮大 大概高中大学这样子 但是那个女生 他可能是 应该是遗传性的问题 反正他有大障碍 然后虽然对我以前是在骨科病房 但是因为病房的床位毕竟有限 所以别的科有时候会来跟你借 会送过来 对 所以我那个病人就刚好送到我们病房 然后刚好又被我顾到 OK 然后他进来住院的时候 他状态已经很糟糕 就是已经很末期了 他才40几岁 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可怜了吧 对啊 他这个应该已经到末期的话 应该人造楼口那些都已经弄完了吧 就很可怕 他整个肚子很 他很瘦 覆水那些的 然后整个肚子对很大一颗都是覆水 然后皮肤很慌 然后他也没有不太能 对没有什么力气 也不太能讲话 然后完全不能下床 然后他住院 没有安宁病房 可能他没有排到 因为毕竟安宁的病人也很多 也对了 OK 然后他就是 我那天上三天百班 他第一天进来被我接到 然后我第三天要下班的时候 他过世 嗯 我说天哪也太可怜了吧 好快哦 我连帮他做那个安宁 就是死亡护理的过程 我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就是暴哭 然后我一边把他点滴 一边暴哭 然后我学校就进来 他原本是要问我要不要帮忙 他就看到我狂低 眼泪他吓死了 那是你 然后他就 嗯 那是你第一个遇到的 不是 不是 但是印象很深刻 OK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怎么了 我就说 我觉得我做不完 然后他就跟我说 好你出去 然后因为家属不太适合在 我们移除管路的空间里面 所以家属都在床脸外面 所以我哭的时候 我也不敢哭出声音 我就一直掉眼泪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结果后来收尾都是学 把我做完了 OK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 会你把它形容成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呢 嗯 因为我原本工作的关系就是 下班的时候就很懒散 嗯 就是觉得啊下班就是要吃饭 然后睡觉休息 对 然后但是经过他之后 我就觉得天啊 我好像应该要改变一下我的作息 好像有点太迷烂了 嗯 然后我就开始去运动 哦 所以那是一个契机是吧 嗯嗯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一开始去去健身房做那个重量训练 对 然后后来练了大概也是差不多两年多 嗯 我就觉得啊好像有点无聊 我觉得人生有点就是已经应该要再突破一个新的境界 我想说好那我们来学潜水好了 但是你应该正常的人不会以运动来说 他不会第一个就想要潜水啊 不会吗 你可能会比方说想说呃 我我我重训重训完之后也许是比方说像 我重训重训完之后也许是比方说像 网球啊雨球 对啊瑜伽啊跑步三铁啊 我不太喜欢那种很激烈到会很喘很喘的运动 ok 那那 ok好没关系那所以你自己想到了潜水这个活动 所以你就开始去找就是就是要去哪里学这样子是吗 对对对就上网早期啊 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单身匹马 因为雖然没有人要陪我去 我的同事有的怕水啊有的嫌太贵 然后不然就是没时间的啊 我们家里的人嗯也都说不要好可怜啊 那所以你你你就找到那个台中原子街那边 没错哦 哦然后就认识了冠宇他们 没错 ok 好那你开始潜水之后他你觉得他有改变你什么吗 改变我什么更加努力的赚钱 哈哈哈 因为装备贵 金率 金率很贵是不是 对没错 我觉得冠宇 以前加班都心不甘情不愿 然后现在加班 好了我做 我觉得冠宇决定他现在是开车前往肯定的路上是正确的选择 他如果在这里面的话 我不晓得你肯不肯讲这些话 肯啊 为什么不肯 所以现在 现在你像你自己的装备什么的 都已经定位了吗 就是都已经买好了吗 还没 还没 我水费现在应该只有 都是偏轻装 好轻装已经搞定了 现在还没有重装 对 重用稳晚一点 再说好了 OK 电脑表也都有了吗 电脑表有 我第一个买的其实就是电脑表 OK 对 我想知道我自己到底在干嘛 了解了解 听说你不是 接下来又要跟关羽他们 开始学自由牵水吗 对 我原本也是找不到伴 但是我的同事 终于他今年要考试考完了 他终于答应我 陪我一起去学自由牵水 OK 对啊有伴的话 其实你你现在这样子在关羽那边 也三年了哦 三年的期间其实你理论上应该也从没有伴变成有伴了 因为你的伴大部分都已经是 是也没有 因为好像也没有 我应该是去年学open water而已 然后open water完之后就开始新冠肺炎 有点严重 然后我的同事们就是生小孩的生小孩 运营家的运营家 所以我就也没有假可以拍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算了 那不然我就顺便把ail water学完 我们再出去玩好了 嗯 然后所以今年年初我们就去学了ail water 嗯 然后学完之后 好像疫情就三级警戒了的样子 还是我是三级警戒玩周旋 我也忘记 反正就是那段非常困难的时刻 嗯嗯嗯 诶 然后学完之后我就去蓝宇这样 三级警戒是 我已经一年了 去年5月了吧 哦那那应该是刚好 open water学完三级警戒 哦 ok 然后后来 对我就学ail water 然后我们就去蓝宇了 哦 对蓝宇 酷 所以你喜欢蓝宇吗 还不错 蛮悠闲的 嗯 天气也很好 嗯哼 除了差点回不来之外 没有什么太大 为什么 笑死 为什么 为什么差点回不来 因为好像是有 是不是有个台风在台湾东南 哦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时候 还是是经过 我忘记了 经过 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 蓝宇的 就是比较特殊 只好有一 就是比较 有一点点风雨 就不飞了 就飞机不动 你坐飞机啊 他们是坐飞机 我是坐船 哦 ok 哇坐飞机台中有飞机到台东吗 没呃台中现在没有 因为疫情关系 它已经停滞了 所以我是坐台铁 到台东 哦 然后再搭飞机过去 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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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所以你你喜欢 呃蓝宇的哪一个点吗 你有印象吗 我们好像大部分都是从那个 那个是哪里 龙门港 没有我们没有到龙门港 你们不是从龙门港出去哦 都在蓝海湖旁边的那个港口 那个 你刚才说三条吧 三条 红头的 红头的那个 那个小码头 红头港 对对对 都是从那边出去的 大概就是 沉船三条沟 四条沟 哦四条沟好棒哦 机场外交 然后你们都是 我不得不说四条沟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哪有你们都在吓我好不好 很好玩啊那边 你那个很好笑 但是我们下去的时候 我一开始有点吓到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算调试的还不错 因为我不太会很容易惊慌 所以 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放流 因为我之前 AOA去墾丁 那个流很小 然后我去了四条沟之后 我才知道 哦原来这才是放流啊 好舒服耶 超爽哦 就是一上一下 然后就往前冲 嗯 他们刚好遇到洗衣机啦 哦 OK OK 那那个电脑表一直叫啊 忽然上忽然下 对啊大家电脑表好像都一直叫叫叫 对啊 对啊 遇到下降流 把你拉下去的时候 有可能莫名其妙 不过我觉得那个 对真的 然后而且我觉得 应该是行前倒前 有特别讲 所以我会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 不然如果 因为像我 如果是第一次走这种放流 我应该会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怕我们整团 大家都会帮忙 全部带体验 我们那团超屌 我们那团12个还是13个 里面6个教练吗 还是5个教练 这么多 一半都是教练 对 等于我们都是1比1 超有安全感哦 嗯哼 100分 OK 好 那所以你曾经 就潜水过程中 你曾经去过的是 呃 兰嶼吗 对不对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吗 大概就是肯丁跟兰嶼 肯丁跟兰嶼 所以你去 你去的地方 还没有很多吗 还有什么小琉球 路导 那些都还没去吗 还没有时间可以去 而且最近不是那个 10月 10月几号 10月7号 不是要改成零加7吗 我看现在很多 很多就是台湾的潜水 对潜水员都纯纯欲动了 就毕竟大家已经憋了两三年了 对不对 想要去看看菲律宾啊 印尼啊 巴厘岛啊那边 对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或者是 对啊 很多人都在 上网查机票那些的 嗯 所以如果你可以出国的话 你有想 特别想去什么地方吗 菲律宾跟柏柳 听说是蛮美的 嗯 这两个地方应该会 优先考虑 而且语言应该会比较通一点 你说英文啊 对啊 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的主题 就是女生在意潜水的事情 我发现有一些 这个女性潜水员 她们常常就是 比方说在上课的时候 或者在采购 她们自己的装备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到底她在购买面镜的时候 需不需要带法带 那我是男生啊 所以对我来讲 有没有法带 其实对我是没什么差别啊 但是不晓得你们 你们两位 就是丸鱼跟 跟那个琪琪 你们觉得嘞 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 我觉得我是不需要 可是反而我会更注重 发型这件事情 我不敢乱剪头发 发型 没有因为你一剪短 就刘海这一部分 只要一剪短一点点 你那个头发是绑不起来的 你知道吗 你后面绑起来 但你前面就是跟蟑螂虚一样 真的真的 所以变成不敢乱剪前面的头发 你的发型是这个意思 我刚才听你讲发型 我想说你下水前 还要先吹个头发什么之类的 没有 你讲的是前面刘海的部分 是不是 所以你的刘海就是不要剪 对能不剪就不剪 然后反而发带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没有发带的话 不是会黏头发吗 其实还好 你就很快速剥一下就好了 所以 好啦对不起 我男人 那个 所以蟑螂 蟑螂你也是这样觉得吗 你自己 我一开始学open water的时候 刚好是 妹妹头加短头发 我那一次出去的时候 我好像就是 在 就是前面刘海的地方 我就抓起来 绑了一个 就是小苹果的冲天泡 这样子 嗯 对然后那天 那次拍的照片都超可怕的 因为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头皮的两条线 然后其他旁边就是像海草一样 这样子乱飞 哦 哎 你那这样子 你那冲天泡版的还不错呢 因为大部分冲天泡到水里面之后 如果你不是真的绑得很紧 然后都会飘走 因为那边头很短 那边头头发很短 所以其实用那个橡皮筋 要用那个黑色的橡皮筋那种 嗯 是棒的 然后我原本有想说 啊那还是要带个发带 把我那个就是买个发带 把我后面那个海草般的短发 就是包起啊 嗯 然后结果我就去google了一些 买家的评论 就是说戴上去之后会滑 我想一天啊 不能滑 我的面镜要是滑掉 那我应该会在水里吓死吧 哈哈哈哈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没关系 我们宁愿当一头海草 我们也不要让面镜掉下来 哦是哦 所以你们就是 基本上都觉得 发带不是太重要 没有 我这边讲的发带 不是你们讲的那个 绑头发的那个发带 我是讲说 对不起我讲错了 应该算面镜带后面的那个 对啊对啊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 所以不是那个 像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的那种 发圈 哦那个叫发圈 OK 请原谅我 但我搞错了 请原谅我都没有在用那些东西 所以名词上的解释 我不是那么精准 所以七七你搞错了 那所以 对 后面的 后面的那个面镜带的那个 我觉得要 那个我一定要 对啊因为那会黏头发啊 我记得 这个打劫头发 在砍那里 我真的会疯掉 真的 所以婉宇你的面镜有那个东西吗 对不对 就面镜带后面 我的目前没有 我的就是没有 我的现在是正常的 就是面镜副的细胶带 嗯 我好怕那一条哦 你没有的话 七七你没有的话 会对你很困扰啊 不会 我就死都不下水 不是 那个真的很痛 这因为一直会卡 因为我头发是长的 所以很容易这样 搅在一起的时候 就拉扯 就哦 好痛哦 那会断掉一些 那我下次帮你带一个剪刀啊 卡住我就帮你剪掉 卡住帮你剪掉 我有这问题 OK 所以到底是 到底这个 那听起来这个是重要的哦 面镜带上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Neoplay的那个 那个袋子 那个是很重要的 OK 超重要 有些人会直接就把它换成 之前用的那种袋子 我现在还不知道 之前的世界 它有一点像那种 编织带 对编织绳 对 因为最起码就是你不怕 矽胶会断掉了 矽胶的那个面镜带会断掉了 那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了 对啊 好吧 这个 没有我头发很厚 很多 所以一绑那个 那个根本厚不住 就很容易就一直掉 哦 因为它弹性没有你的 头发弹性来的大嘛 对 OK 好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有些女性潜水员会问的 就是 女生的头发在潜水的时候 到底应该要怎么收 你说如果是短头发的话 妹妹头这种的 可能就像她 像海草一样 那可能还OK 但是如果 之后头发变长了 你不好在里面 在海里面当那个长发魔女吧 水鬼 对啊 尤其是拍照 对我 我open water的时候是短发 就是大概到耳朵的那个长度 然后我air water的时候 就长一点点到脖子 然后我就试着绑了 好像我好像是绑马尾还是绑包包吧 但是我发现 会松掉是不是 对 水下 对会很容易就松掉 对啊 然后结果我再次去蓝鱼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头发 我就都不剪了 我现在头发大概是肩膀下一点点 我就直接编了两串那个拳击变 我跟你说拳击变真的很赞 嗯 请恕 可是你头 你头很可怕 请恕一个男生不知道什么叫拳击变 就是黑人头 啊 哇 真的吗 你真的绑成那个样子哦 那个很花时间不是吗 两个啦 就是左边一串 然后右边一串这样 你可能需要图片支援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现在完全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 等下随后附上 哈哈哈 我们群组随后附上 就是有点像贴头皮的辫子 就左边一一条 然后右边一条而已 嗯 无法理解 我我我我我试着当作我已经理解了 但是这个 我知道黑人那种那种辫子 但是那个不是很难洗吗 只能洗头皮不能洗头发啊 你你你没有理解 我没有理解啊 对不起 好吧 那我我我没有理解知道怎么聊下去 七七你来聊吧 你知道我不知道 我查一下先 你你手边有电脑网路手机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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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如果真的头发真的很困扰的话 就直接戴那个头套 是最简单的 对头套我后来都塞进去 但是有人讲 有人讲戴头套就不好看啊 如果像是那种 你知道那种有藕包的 或者是是那种 你知道仙女等级的 他们就会觉得戴头套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的人设啊 我觉得戴头套很棒耶 大家看起来都好像小海狗 笑 不是吗就没有耳朵啊 耳朵很小然后这样子 然后露出脸就很小 然后看起来 拍照不是更好看吗 那为什么我没看过你戴过耶 因为 我好像也不需要啊 我没有 有啦 我们有戴啊 祭前的时候有戴啊 有吧对吧 有啦 好像有 我有忘了 你看你没在注意我 会我也叫你师傅啊 我正在找拳击辫子什么啊 我团了一张照片在群組里 有啦有看到 但是这个不就是一般的马尾吗 没有啊 他是左边跟辫子右边跟辫子 然后他是绑在头皮上的 所以他不会跌起来 但是那种一般一般连续去 什么妈妈帮女儿绑 不是也都是绑这种的吗 他绑一边的吗 一条的吗 你就绑成两条的吗 完了 还是不一样吗 那个我跟妳听那个绑法不太一样 又不一样了喔 对对对 你如果想要学习的话 你可以 我是找谁学啊我 你可能要开一些YouTube什么之类的 如何编辫子 我想编我都找不到有那么长头发的编 好吧 这个今天这个 真的留起来咯 今天这个节目我真不晓得怎么继续聊下去 欸你找到的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 因为我就找第一张照片了 好 OK 好吧 那那所以你是用这个叫什么 拳击边 对不对 对 那好 那七七你就是 你就是建议可以用戴头套的 欸 那所以你们那种洗脸用的那种 不建议 那会吸水呢 对啊 对 而且会应该很容易就掉下来 因为那个都松松的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我之前在 在大陆的淘宝 有看到他们很多有在卖那种 类似 但是他是用 那个防寒衣的布料 然后做成像小猫耳朵那种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哦我知道我有看过 可是我觉得感觉不靠谱 他们的一句话不靠谱 真的啊 就是好看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实用 我自己啊 我没有用过 可是我只是看了那个照片 觉得好像不实用 嗯 嗯 所以你 我好像 哎我好像没有跟你 震惊八百的钱过水呢 要么就只有海喜 要么就是公安 有啊我们在澎湖啊 考古的时候 我根本没注意到你 我只知道你是一个把人家都搞不见 把一堆教练搞不见的一个队长 哪有 是你们怎么可以抛弃我 我还把你找回来了耶 哈哈哈哈 我想说大家都很自在啊 反正就一个地方 我真的我真的没印象你到底是在水里面是带什么东西啊 哎 我们听说我们考试的时候我跟你还同一组呢 我们考什么试啊 哈哈哈哈 考古的时候我们不是同一组 还要考那个首试 然后说不要去触碰那个海底生物 结果你要去碰海色 然后我就是打你 哈哈哈哈 有哦 直接攻击 我完全就忘记了 你看 哎 伤心啊 小学妹就当被抛弃了 哎 今天的题目好难聊哦 我的天啊 你说他舔水的头发就这样 头发 对 哎 冲天豹就不建议哦 冲天豹应该可以用 只是不好看对不对 拍照不好看对 哦 很可怕 所以 你希望你拍照前绿的时候 大家美美的 然后你一个三太子 真的 冲天豹看起来会像三太子吗 哎 三太子 很像好不好 三太子有冲天豹吗 因为他在水里面会直接就是 一束然后上去散开 但是我 我怎么记得 我有学生是用冲天豹 然后他在用那个 什么贺维夹 把他夹到旁边去这样子 贺维夹是什么啊 哥 就是那个黑黑的啊 黑黑的铁的那种 有没有 直接板在那个头上的 有波澜的那种 黑毛夹那种东西 他不叫贺维夹哦 啊不对 贺维夹是另外一种 我也不知道 反正黑黑夹好了 没关系 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 我怎么会去聊那个 我完全不熟悉的东西 可是 铁耶 到水 到海水 他有 他有塑胶的好吗 哦 他有塑胶的 OK 好了 你们两个会这种反应就代表 你们从来没有这样用过啦 好 这就是我们这次为各位录制的 女生最在意潜水的事情上集 那接下来下集 我们还是会继续讨论到 女性潜水员会在意 关于潜水的哪些大小事呢 欢迎下礼拜继续收听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listed者